2017年,在甲午海战中沉没的定远舰终于在山东微海被找到了。 然而,在看到现场的遗物之后,在场所有人都留下了心酸的泪水。 这辆曾号称永不沉没的亚洲第一战舰究竟经历了什么?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在山东微海有一片海域名叫刘宫岛,这片刘宫岛上,一艘考古船正在紧锣密鼓地工作着。 他们此次发掘的可不是什么宝藏,而是中国尘封了125年的沉痛历史,随着挖掘工作的进行。 海面上突然传来了让考古界未知振奋的消息定远舰号战舰的残骸,被成功打捞上来了。 现场人员无不激动兴奋,通过数据显示,物件重达18,7吨,这正是定远舰的铁甲残骸,随即被打捞上来的还有大量的子弹,弹壳,炮弹引信, 这些都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在与日本人的作战中留下来的。 紧接着,又一批子弹和拉火管浮出了水面,还有一些破碎的玻璃和煤炭以及定远舰上的木头结构, 这些东西虽然看似普通,但是却都历经百年。 是甲午战争中的历史见证,看到这些遗物,现场的工作人员不禁泪目,很难想象这艘沉船究竟经历了什么。 1886年8月,北洋水师定远舰、镇远、纪远以及威远到访日本,在日本看到我方舰艇之后,立刻感受到了什么是震撼, 这让有着忧患意识的大和民族顿时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,于是一口认定我方定远和镇远是用来发展军备建造的军舰。 以这个为借口,1894年9月17日,北洋舰队奉命在黄海执行任务。 突然遭到狡猾的日本人袭击,黄海大战一触即发,定远舰作为北洋水师的旗舰,率领15艘战舰与日本舰队展开了激烈的交火。 因为此次日本舰队的不宣而战,导致我方舰队准备不足,其定远舰和镇远舰的威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,定远舰更是被日军炮弹命中160多次。 开战不久,定远舰就受到了日本舰队最猛烈的攻击,信号装置等多处部件失灵,无法与其他军舰联系。 尽管面临如此,北洋水师的官兵依旧殊死奋战,直到将日军打退,这场战争也就这样结束了。 没想到,这场海战虽然结束了,但是日本的狼子野心才刚刚开始,几个月之后迎来了威海卫保卫战,奸诈的日本军舰见正面硬刚不过,于是再一次对我方军舰展开了偷袭。 这一次,定远舰和镇远舰迎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,因为日军的偷袭,导致定远舰在还没有出海的情况下,就遭到了日军第九号鱼雷艇的重伤失去动力。 无奈之下只能被迫搁浅。 尽管如此,定远舰依旧使用舰尾150毫米克鲁伯副炮进行还击,将日军的鱼雷艇击毁。 并且在海上激战了五天五夜,日军看到正面强攻不力,于是便派遣陆军从后面包抄,将岸上的清军炮台占领,为防止被俘。 次日,在船长刘步船的命令下,定远舰选择自爆,沉入海底。 一代超级巨舰就这样落下帷幕。 说起定远航,就不得不提到清王朝的一场重要的变革运动,也就是洋务运动。 洋务运动是由李鸿章领导的。 也是他出于对中国海权的重视而组建的北洋海军,北洋海军的建设。 其实质上是摇摇欲坠的清王朝,面对危机四伏的周围环境进行的一次自救。 企图在列强的逼迫下寻找出一条求生之路,李鸿章对于北洋海军的筹备经过了长期的考察。 他的主要主张是在渤海建造吕顺和威海两个海军基地,聘请在西方学习过先进理论的人来担任海军的教官, 形成了以天津作为门户,拱卫北京的重要军事理论,并对大姑原有的旧炮台进行改造修整, 又建立了威海军港,设立了北洋海军提督署。 自此,一系列措施实施下来,李鸿章就认为北洋海军可以说是成为保护北京的一道牢固的屏障。 李鸿章又向花费140万两白银购买了一艘称得上是亚洲最大的战舰。 也就是定远号,这艘战舰是由英国著名的造船公司设计,又在德国著名的造船厂建造出来的, 集聚了先进的技术和材料,并装配了强大的武器,经过了四年多时间才交付给清朝,成为了北洋海军的主力舰队。 1895年2月4日晚上,定远舰被偷偷驶入危海港的日本军队偷袭,日军第九号鱼雷艇投掷的炸弹使定远舰搁浅在了流宫岛。 五天后,日本军队占领了危海港,并用港内设立的炮台击中了定远舰,定远舰在袭击中受到重创。 为了避免定远舰落到日军的手里,成为日军战争的获利品,舰长丁汝昌下令,让定远舰自爆和敌人同归于尽, 他和船员们也和定远舰一起沉入到了海底。 可日本人却没有放弃对定远舰的觊觎,第二年,日军在流宫岛对定远舰进行了打捞, 一部分船舰的材料被日军拆卸了下来,他们将这些残骸运回了国内, 作为甲午海战的战利品保存起来,国内各界人员对日军的打捞行为进行了谴责, 可清王朝却对这些声音置若罔闻,日军也同样毫无顾忌地继续进行打捞。 但是定远舰的重要的部分始终没有被打捞起来, 只有一些琐碎的零件被日军发现。 据史料记载,定远舰上不仅配备了各种大炮, 还有可以引燃发射弹药的装置,只需要一根拉火管, 在对敌人进攻时拉响它,就能释放大量的子弹。 除了这些弹壳,隐信,考古专家还发现了定远舰上, 大量的木头结构和一些玻璃碎片, 甚至还有北洋舰队的官兵吃剩的骨头, 别看这些东西在我们眼中非常普通, 但历史价值和意义却是极大的, 但令考古学家深感疑惑的是, 这次的打捞工作,除了各种小的子弹弹壳外, 并没有发现重型的炮弹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后来考古专家解释道,之所以没能发现炮弹, 其实也恰恰证明了定远舰最后的坚守, 与敌人打到连炮弹都没有, 但官兵们依然没有放弃, 依然在拼死抵抗日军的一次次进攻, 随着打捞工作的成功完成, 意料之中的欢呼却是没有出现,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痛哭之音, 这是因为随着装甲献室的还有几副海军尸骨, 出现在定远舰上的白骨, 它的主人是谁? 不用多说大家都心知肚明, 然而已经化为白骨的海军战士, 却死死紧握着战舰, 历经百年之久都不曾放开, 仿佛在向敌人展示宁死不屈的傲骨, 也告知后人他们没有退缩, 一直坚持着保家卫国的职责, 如此让人动容的一幕, 身为后世之人的我们怎能轻易忘却曾经的灾难, 曾经的中国就吃了闭关锁国的大亏, 才让狼子野心的帝国成功盯上, 所以无论到何时, 落后就要挨打才是不变的真理, 如今的中国涅槃重生, 早已退去曾经的衰败, 华夏大帝也已焕然一新, 但作为新时代的我们, 在享受至来之不易的宁静时, 也要居安思危, 应当为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, 定远舰重现于世, 不仅是考古界一大幸事, 也成功弥补了国人心中的遗憾, 只不过面对船上的遗物和仙人命死不屈的画面, 心中的悲愤之情还是久久不能平息, 定远舰是甲午海战中重要的存在, 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海军舰队, 是北洋水师拥有的, 亚洲第一的巨舰, 而它的殒灭却是无数国人, 都应该铭记的历史, 定远舰的遗址直到几年前, 才被我国的考古专家发现, 当年那么厉害的军舰, 为何能找到的文物却寥寥无几呢? 通过这张1895年, 日本一名随行记者拍摄下来的照片, 我们就能明白了, 当年定远舰被击沉后, 最终搁浅在了流工岛附近, 定远舰被日军击中爆炸后, 并没有沉入海底, 而是因为搁浅浮在了水面上, 军舰上的众多物品, 都被无耻的日军掠夺走了, 他们前前后后对定远舰打捞了三年, 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拉回了自己国家, 舰艇上的木头, 铁板, 甚至是煤炭和玻璃制品, 都被日军统统带走, 更可气的是, 他们还将定远舰上没有使用过的炮弹, 也运回了日本, 并作为死去日军的陪葬, 一起葬在了日本的海军墓地, 这样的行为可耻至极, 直到被日军肢解得差不多后, 剩下的定远舰残骸碎片才沉入了海底,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打捞上来的文物, 会如此少的原因了, 打捞工作持续了很久之后, 考古专家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, 他们通过多波数扫测仪, 竟然在海底发现了一个, 重达18, 气吨重的神秘物件, 而这个东西的意义更为重大, 这个神秘物件, 就是定远舰上的铁甲残骸, 经过这么多年的水下考古工作, 虽然不断有玻璃, 木头, 还有各种子弹弹壳被挖掘出来, 基本上还是在沢山的真了, 为了通过60, 之后, influenza面盏的亡光率要钓在美然后说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